猫瑞亚你在做什么 不要太大声音 那是我会听到的 你犯太岁吗 你上次说我赢太岁 我现在正在避太岁 气死我了 其实犯太岁不是这样解释的 不如我认真为你解释一次 什么叫犯太岁 好 我就听你说吧 真正犯太岁的意思就是说 某几个生肖和该年的太岁 角度上形成不和谐 就是说形成一个互相攻击的角度 来年的四个犯太岁的生肖 就是虎 猴 蛇 猪 这四个生肖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来化解 那这几个生肖可以做些什么呢 所以一定要记着在年头的时候 正月初一至十五 这十四至十五之间呢 一定要做涉太岁的动作 就可以化解到整件事 我属牛又怎么办呢 你属牛就是赢太岁 赢太岁就代表你和太岁的角度 不是太好 所以送牛的朋友都要去涉太岁 听完师傅解说后 我觉得我在虎年真的能像飞一样 有这么夸张吗 不如说是如虎添翼吧 没错 大家请留意 以上内容并非经历科学 只属于嘉宾及主持的专业意见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